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小涨10点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中场是小涨10点 大盘目前的位置9390 高点是9593 离高点203点 最近做一个反弹 但是很明显的量缩了 人气不足 对不对 那请问这个格局应该怎么研判 那我上个礼拜给他提醒过 大盘如果要大涨 你放心电子股会翻多 金融股也会翻多 当然这两大族群翻多 涨势会很凝利 当然这两大族群不同步 电子翻多 金融翻空 金融翻空 电子翻多 当然不同步的时候 涨势就会受到压抑 那我们看看 目前的金融跟电子 到底什么格局 金融股多头 但是已经一度走落了 所以他后势不会太强 走过一步就 比方跌倒过一次了 比方往上的弹生力量 不会太强了 那我们说金融股 多头 电子股呢 空头 所以当你看完这两大族群 他就告诉你 大盘最近不会有太强的格局产生 顶多就是个整理 甚至要往下做一个修正 所以操作上 你要非常小心 来 比如说上柜 哎呦 那怎么是三线跌破的格局 他在高点就跌破转空了 对不起一直都没有翻多 你看股价创新高 但是高点没办法翻多 甚至转空出现卖出去 所以当你看完这格局 你心里就有数了 这大盘暂时就是个整理 最好状态 万一不好往下修正 所以你操作上 你必须非常小心 懂意思吗 来 我们讲张一鸣股市一路211 想要买最高 买最低卖最高 这个比中奖还要困难 股市成功者 真正拥有自身的武器 是什么 是关键点买进 要懂得进场 关键点卖出的时候 要懂得出场 但卖点出现 要懂得出场 当买点出现 要懂得进场 你只要能够做到这样 你就是市场真正的赢家 那我们看看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你应不应该 继续操作下去 或者说它已经转弱转空了 你应该毙掉 或是换股来操作 来 比如说联发科 请问这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所以今天收盘502 那你可能已经做了 好几个月了 你可能做四个月了 四个月你500块买了 419买了 510买的 现在502 就是说它整理很久 你买进去就套在这里 横盘就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弱势一点 它可能会跌 这种股票 你就是不应该再去操作它了 为什么 反压重重 123456 一大堆反压出现了 股神线跌破了 所以这种情形下 你操作它 你要赚钱机会 就会非常的小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我们就宁愿放弃了 宁愿在旁边看 都不用去抢它 来我们看第二档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种股票今天拆一档 攻上涨停 叫华雅科 上半年获利不错 那我们看在现行上 大涨一波之后 62点都压回 跌到四十几块 再度做一个反弹 今天拆一年攻上涨停 那请问这格局 到底是多还空 不要用拆的 因为你拆你可能会拆错 万一你拆错了 负担的代价还蛮大的 看股神系统就可以了 什么格局 空头反弹格局 所以但你看到这种格局 就算涨停又怎么样 不能买就是不能买 就像刚刚联发科 最好的例子就是联发科 所以你看前程那边大涨 有时候拉上涨停板 请问有用吗 还是一样几个 过去了还不是一样在原点 涨不动就是涨不动 因为格局已经破坏掉了 所以今天就算差一点攻涨停 还是没有用 对不起 这种股票 我还是不建议你去操作它 来比如说我们看另外一档 上瘾这什么格局 这空头格局 都已经出现绿棒 都已经出现很多反压了 所以你可能操作好几个月 哇高点买了337 今天288 337跟2285 这一张差五六万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在这种股票里面 获利就很困难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该进场 你要进场 该出场 卖讯出现 你就是要出场 一个好的工具 就是要提醒你 做这样一个判别 来比如说台虹 请问这什么格局 这不对啦 所以你做台虹 你要赢个机会很小 你可能会赔钱 对不对 来比如说金电 今天是5月 8月25号 你看这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反压都已经跌破 而且一大堆反压 所以你看你做几个月了 你要赚钱很困难 你看昨天还跌破半年的低点 为什么 因为是空头格局的股票 那是不是很简单 就变得很容易了 你不用每天看到涨跌来心动 你每一次看到涨跌 哪次不受伤 是不是 但是你有股神系统 很明白告诉你这股票 你不能碰呢 这什么格局 来特写 1 2 3 4 5 6 7 7个反压 你要看一档股票 短时间出现7个反压 还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这种格局的股票 你暂时就不用追了 追也没有用 今天反弹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因为它已经跌破了 来比如说群创 请问什么格局 高档出现一个 两个三个反压 什么格局 转弱了 即将要跌破了 所以你再去买这种股票 你要赢个机会 就比较小 你可能报了三个月 还在原点 最好状况 万一不好 一蹦就掉下去了 来 比如说大立光 大立光获利是很棒 台股第一名 但是你看你最近买 一个多月的 来特写 请问它有没有涨 你告诉我一个月前 你买到现在 它有涨吗 好像没涨 为什么它不会涨 一个两个三个反压 往下看 所以你再去买它的时候 你要赢个机会 就变得很小了 听懂我意思吗 它不是最赚钱了吗 又怎么样 转空照样涨不动 涨不动就是涨不动 来 来我们讲张艺民古路 四溢路 100 212 进场点不差 通常出场点也不会太差 散户会大输钱的原因是什么 多半是进场点不加 所以在考虑出场的时候 就会比较困难 你可能买到高点 哇 这涨一两块 你要出也不是 不出也不是 但最后 买到高点总是受伤 你不应该去买的地方就是不能去买 懂我意思吗 进出如果没有依据 每次都在靠运气 哇那就完蛋了 你要赢个机会就太小了 听懂我意思吗 来比如说 今天8月25号如红 这什么格局 这三线跌破啊 所以你不应该去买这种股票了 懂你意思吗 比如说振兴 前两天还破底 目前在底部做整理 那你可能买了半年了 哇 买88到现在68 那你买了半年 它就是空头格局啊 那其实快半年过去 它会不会涨 不会啊 所以你买进去也没有用 你只是赔钱的份而已 听懂我意思吗 当然你会说那过去 EPS都不错 每一季都赚1块多 很好很好 那很好就涨给我们看嘛 那很好为什么不涨 对不对 基本面很好不涨 那更有问题 来 要随趋势变动 而调整持股的认同 当它符合你预期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 当它不符合你预期 哇就1块钱 每一季都赚1块多 一年赚4块多 那本益比你核算20倍 应该是80块很合理 那为什么得到68 那表示这跟你预期 是有落差的 懂意思吗 当然跟你预期的落差 你就要调整 你不调整你就会受伤 要随趋势变动而调整 持股认同 不要死脑筋 趋势走空了 你还沉醉在原本的利多当中 张一铭股市一路100 哇是不是讲很有道理 这是股市一路 我都把它汇集成册 这书都运好了 今天刚来录影的时候 刚看到书上送书来 哇满不错的 来特写下来 有没有书都送来的 一本一本每一本都运好了 这里面把收集了 1到100的张一铭股市一路 有没有 然后每页都是用彩色板 铜板运刷的 非常的漂亮 每页我们刚刚讲的 遇到100就在这里 刚刚讲的这个 张一铭股市100就在这里 有没有 来 要随趋势变动而调整 持股认同 不要吃脑筋 趋势走空了 你还沉醉在原本利多当中 那下面会有一些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 会有一些说明 懂意思吗 所以这些书 都把它整理好了 到时候会免费送给我的会员 当然其他人想要拥有也可以 你可以打电话跟福人询问 看怎么样来索取这本书 我觉得它是无价之保 因为你一个观念错了 你可能就会赔很多很多钱 这些观念都是由 张一铭这几十年来的股市心得 看到很多人 做错了做对了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观念是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做得那么好 做错的人 他为什么赔那么多钱 他的观念错在哪里 把一点出来 整理出来 所以每一个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我们再讲几个好了 这是张一铭股市录205 这当然是下一本书的 编在下一本书里面 我们目前是编到100 买到盘整或是空头格局的股票 他不是偷你的时间 就是偷你的钱 所以不要去买空头格局 不要去买盘整格局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买了涨不动 那涨不动盘整过程 就偷你的时间 那往下修正的过程 就是偷你的钱 那可以举一些股票吗 那怎么判断 他是空头 他是盘整 来 就是什么 就是盘整 那怎么知道 特写 上有很多反压 12345678 下面很多支撑 12345678 上面有反压 下面有支撑 就是个铁板区 上不去下不来 好像撞球一样 啵啵啵啵啵啵 打电动玩具一样 要上去就碰到天花板 砰 碰到了 下碰到铁板 支撑 对 喷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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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e 攀製 盤整格局 懂意思嗎 那目前呢 轉為空投的盤整格局 更不利 所以我們這種格局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它 那你買了半個月的 買了三個月的 對不起 它拖了你的時間 你一毛錢都賺不到 懂意思嗎 所以空投格局股票 盤整格局的股票 這兩種格局的股票 盤整就是拖你的時間 空投就是拖你的錢 怎麼判斷 盤整 上而賣出 下而買進 對不對 來 這什麼格局 這當然是空投格局 都跌快五成了 對不對 它為什麼會這樣跌 哎唷 天啊 它為什麼會這樣跌 一定有問題嘛 對不對 不管怎麼跌那麼兇 它為什麼這樣跌 所以你想想看 這格局是什麼 我們再看一遍 這不用講啦 會跌五成 然後偷偷格局會跌五成 笑死人了 所以你看這樣一跌五成 48% 將近五成 那這什麼格局 來 我不要拿今天圖考 我拿六月給你看 六月二十六 當時就告訴你這什麼格局 可不可以追 最高點在這裡 這是最高點喔 這兩股票最高點就在這裡 407 三月初的時候 三月初 三月在這裡 三月初407 請問是兜頭格局嗎 沒有 你看這樣一波上去長那麼多 對不起 它就是沒辦法翻多 最後打回原形 甚至要破底 所以你看這幾個一過去半年過去的 有沒有 好 你說你買了350 好 328 它偷了你的錢 第二個 偷了你的時間 你要賺這種股票的錢 太困難了 懂意思嗎 這種股票格局不要去碰 所以我們說空頭格局的股票 整理格局的股票不要去碰 轉空股票很簡單 就是要出場 你不出場 它會偷你的錢 懂意思嗎 一旦轉空了 就是比誰跑得快 不是站在原地 不斷的挨打 舉一檔股票最後例子 這張一銘股票155 請問轉空了 有齁 810 456 所以當它轉空了 哇 沒多久 354 這大概四成多了喔 那怎麼研判這段轉空 最高點怎麼知道不能買 810 來 注意看齁 最高點發生在5月中旬 5月中旬 最高點 來 看上來 請問這裡是翻多了嗎 往下看 有翻多嗎 看這裡就知道有沒有翻多 沒有啊 最高點 在這裡嘛 請問有翻多嗎 沒有啊 這是空頭格局啊 所以你追上去 哇 天啊 810 456 天啊 不 354 塊 這叫什麼 托你的錢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 懂意思嗎 所以空頭格局的股票 不要碰 一旦轉空就是比誰跑得快 不是站在原地不斷的挨打 那怎麼知道轉空 你在這裡就知道了 這什麼格局 盤整格局 那盤整完 這張是6S9圖卡 盤整完變成什麼 極點 看懂了嗎 前面在托你的時間 後面在托你的錢 盤整格局 上有賣出 下有買進 盤完之後 轉空 破底 前面托你的時間 後面托你的錢 哎唷 好可怕喔 原來如此 所以你下次再碰到這種股票 你要不要買 你說你沒有買碩盒沒關係啊 那下次你會碰到類似的股票啊 那可不可以買 怎麼知道這裡轉空 這裡轉空這裡盤整 股神系統會告訴你啊 這盤整對不對 這張圖卡是6S9 到最後轉空 怎麼知道轉空 700多喔 哇 變400多 轉空就看這裡啊 三線跌破就轉空啊 有沒有 急速崩盤 哇 400 400多塊就跌下來了 聽懂意思嗎 所以碰到空投格局股票要做什麼 趕快出場 懂意思嗎 然後不然會偷你的錢 對空投格局股票客氣 就是對你的財富殘忍 一跌就四成五成 原來如此 所以你可以跟他客氣嗎 不用啊 客氣就完蛋了 碰到這種格局股票很簡單 比誰跑得快 不跑得快 不跑 那就會受重傷 這些語錄 通常把編輯在張愛明股市語錄裡面 第一本是1到100集 下一本是101到200集 接下來會 這個201到300集 不斷不斷在編下去 到底會編到幾百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了我能講多少 那每一個可能會對你有幫助 因為你可能不知道他轉空了 你可能不知道 還在那邊做攤平加碼 那就完蛋了 這本書已經正式出版了 詹明股市一路 已經出版1到100 我們剛剛講過後面還會有 110到200 110到300等等 目前算是第一本 來 都印好了 非常的精彩 每頁都是彩色頁 裡面都有說明 這是什麼意思 裡面都會有說明 都會有 這本書會把它免費送給我的會員 投資朋友你想要擁有 一樣可以打電話跟服務人員 詢問怎麼來收取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 超級城市SUPER ONE 有夢想前衝 超级城市Super One 乘家镇轻松 新版九分钟 交通八大通 万平公园城 乐活在其中 新北第一 超级新版城 万平造镇 全民轻松满 超级城市Super One 超级Super One 乘家镇轻松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松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头痛 请用欲芬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没分之 没分之 快够好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利富人是岛块 徐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这家里打股也是待用 好 欢迎来到现场 股票操作它真的有它的难度 但是它也有它的技巧 更有它的观念 观念你不能错 你一错就完蛋了 很多转空股票你就是不能碰 来 我们举例一下 这是张艺民股市一路203 左多的股票都有一段 它最强的一段 涨势一定会有 当涨势结束 接下来就是 不可以有任何偏多操作的心态 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偏多操作 可能会受伤 最甜的一段你撞不到 别希望你在其他走势里面占到便宜 那这句话来讲什么 我想我用一档股票 来解释这档例子 来 先下 哎哟 怎么会这样 连续三根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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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跌好快 为什么会这样喷出 然后它是整理完 整理完就开始崩盘了 来 哎哟 天啊 那为什么很简单 你看看四五根跌停板 哎哟 不就这样吗 为什么这一段喷出 噢 多头 为什么到这里涨不动 卖出去要出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崩盘 看到了吗 一跌下来就不得了 那我们再把刚刚那张图卡再回忆一下 来 我们先讲后面这一段 当涨势结束了 我接下来任何都不可以有偏多的心态操作 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很容易受伤 最甜的一段你撞不到 不要希望你在其他走势里面占到便宜 最甜哪一段 最甜哪一段 那你这一段没有赚到 你想要再占到便宜 好难啊 你要偏多操作你会受伤 懂意思吗 所以走痘个股痘最强的那一段 有啊 最甜哪一段 那这段有没有赚到 头这边哦 那如果你没有赚到 你后面就赚 要赚很难了来 那你会问说 刚刚那一段就这一段 来就这一段 就这一段 天哪 从50块左右 涨到170 那为什么这一段会涨那么多 那你当然也不要忘记 前面一段从230 跌到46 这一段叫什么格局 看股神系统 他会告诉你答案 这一段 叫做空头格局 这一段为什么会涨那么凶 这段叫做三线翻多的格局 当然你会问说 这里有买吗 这里没买也是吹牛而已 马后炮而已 来注意看在这里 有没有 这冲锅带波过很多次了 有没有 是不是在这里三线翻多了 后面有没有涨上来 有哦 从6几块涨上来的 170 有没有 当然这一段你会说 赵海敏你有操作吗 123456 做6次 随便做随便做 为什么 趋势往上啊 你就是买就会赚钱了 也没有很大的困难 当反过来当趋势走空了 你买进去就受伤了 有没有 这是所谓多头那一段 当涨势结束 接下来 接下来就开始 我跟你提醒过了 开始转空了 你就不可以有任何偏多的心态 懂意思吗 最甜那一段你撞不到 哪一段 这一段是最甜那一段 这一段是最甜那一段 最甜那一段你撞不到 别希望在其他走势里面占到便宜 有没有 所以你刚刚看到他突然就 蹦蹦蹦蹦一直跌 三四根跌停板就看到了 你要再赚到便宜就很困难了 懂意思吗 来 我们再讲下一个观念 这是赵海敏股市一路 53 在讲什么 我们看这本书好了 53 我们找一下好了 在这里 刚好这一个 这一页53 多头的时候可以喜欢他 一旦走空要避开他 就会讲这个 书里面都有 股票多头的时候 你可以喜欢他 一旦走空要避开他 只有在最精华那一段 跟他走一起就可以了 赵海敏股市一路53 下面会有做一些说明 你就看得懂 就在这里 有没有 这刚好就是在讲形象 多头的时候我们喜欢他 操作他 空头的时候就是要避开他 甚至反手放空 赵海敏一定有空他 这段股票 多也做了空 反手空也空了 当然很多人是不用空也不会空 没关系 那至少你要做多那一段 空要懂得避开他 来 又来了 你这段可能没有做到对不对 哦 不要很多哦 那来到这里 特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往下看 三线跌破 都进入拉圆 所以当你碰到这种格局 又来了 刚刚讲的53了 对不对 53 再讲一遍 53 在这里 在这本书里面 在赵海敏股市一到一百里面的第53 就有讲 股票多头的时候你可以洗完他 一旦走空一定要避开他 有没有 只有在最精华那一段跟他走一起就可以了 那请问他现在转空了没有 转空了 那你这段如果没有操作到你就不要玩了 这一段没赚到来这里开始要跟他玩 玩多你就完蛋了 有没有 要避开了 当你有这样的观念 请问你这一段 或许跌三天涨一根 你跌三天涨一根 你会不会追这一根 不会 跌八天涨两根 你会不会追 不会 为什么 他已经走空了 懂意思吗 你以后这个观念上 那你就不会再做错这一股票了 那是变成就很可爱了 对不对 来联军 什么突然不小心就跌停板 而且跌破重要支撑 跌破颈线对不对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哎呦 转空了 我们刚刚讲无散的 多头的时候你可以洗完他 转空就是要避开他 当你有这样的观念 你会再去操作联军吗 不可能 投资朋友 那不可能 懂意思吗 时间的关系 很快时间又要到了 来 我们再讲一下 张艺民股市录190 会输大钱的股票 多半是媒体提供的 这个媒体 包含很多访谈节目 甚至包含头骨节目 你为什么套那么深 这样股票叫利端 赚好多钱 所以很多人看 哇这赚很多钱啊 以前都赚没那么多 突然赚那么多 赶快追 追完跌52% 那头头有请问 你认识利端吗 你一定不认识 那你不认识 你怎么会去买他 基本上你怎么会觉得他很好 媒体告诉你的 访谈节目告诉你 很多人 分析节目告诉你都有 跟你讲的多好多好多好 那他也改不了口 为什么 他自己讲那么好 明天就说他不好 那不打自己嘴巴吗 不可能 所以跟他讲得很好的 他转空 他也不会跟你讲 然后就一直抱一直抱 然后跌52% 哎呦 是空头可取 碰到你就完蛋了 就受伤了 对不对 1.61% 精锐 很多人说他买了精锐 怎么赔那么多钱 你认识精锐吗 我都跟他不是那么熟了 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他在做什么 你怎么会那么了解 他赚多少钱 你怎么一清二楚呢 一定有人跟你画大饼 跟你讲未来有多好多好 EPS有多好多好 本利比有多低 然后你相信去买的 可讲的人他也改不了口 其实转空他还是不敢讲 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 他突然变坏了 没办法解释啊 最后没有告诉你 甚至叫你摊平加码 就完蛋了 六成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时间的关系啦 这例子太多了 对不对 一点就是六成 谁告诉你的 媒体告诉你的 分析师告诉你的 对不对 访谈节目告诉你的 他要多好多好多好 最后为什么跌那么深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转空了 都没有 因为他太多预设立场了 他改不了 他帮他画太多大饼了 他改不了 你看张宇明节目看了十几年了 你什么时候看我 对一档股票在那边多好多好 在那边保证他一样 绝对不做这种事 好的时候就说他好 不好就说他不好 我甚至反手放空他 做股票就是要客观 你没办法达到客观 你跟你党股票谈到那里就完蛋了 为什么 跌下去五六成 3D列印 哇多好多好 现在谁还跟你讲3D 一跌就跌了让你混头转向 对不对 为什么不跟你讲不好 他跟你讲很好 他现在改不了口 他怎么跟你讲不好 他不会跟你讲他转空 不会啊 会跟你讲好像只有一个人 就是张宇明 为什么 因为我只讲趋势多空 多就多空就空 我从来没有在基本面上画大饼 上节目到现在15年了 快满15年了 什么时候张宇明跟你对一档股票 在画大饼 不会了 那会给你画大饼 也会让你害你重伤 有没有道理 来 时间的关系了 来 张宇明股市一路已经出版了 1到100已经正式出版了 这本书非常的棒 我看来说就好感动 印刷也非常的漂亮 会员 我也每天会把它送给你 投资朋友 你想要拥有的 把电话打通 跟付费人询问 怎么来说取 我们进到这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精准